耶 放假了 而且是放长假 拜三拜四这两天 就是这个开在一起 然后礼拜五都拿一天的话来讲 拜三拜四拜五拜六 礼拜有五天的假期 如果你前面那两天又拿的话来讲 多加四天 哇 一共九天的长假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是要出国旅行吗 出游吗 还是说会躲在家里面 如果说也是出游的话来讲 你的搬家是预算多少呢 这样子啊 下礼拜就是那个长假 打算怎么过 休息吧 应该带在家休息吧 不可能回家 我在做工度过吧 因为我现在做assignment 所以我这个长假 是拿来做我们的assignment咯 做工啦 换钱啦 所以讲有很多regular customer 来讲不是离啊沙门 他们都换不到东西 没有工作 难以生存 带在家陪家人 然后Raya应该是出去哪里 都比较多人 应该是机票那些hotel费都很贵 所以如果是要去远门去旅行 我都会选择那种没有特别的假日的 因为我现在我的考试要到了 星期后的假假 哇 所以不只是你咯 你身边的同学们也是这个样子咯 对对对 以前是说修车 比较跟着修车的公众家去做而已 如果是如果像这样的长假 我会也没有 还没计划的话 会在国内 可以变成马六甲之类的 接下来应该会想要去日本 好像过年来讲 要是回中国 外加 因为我老婆是中国的 是比较麻烦一点 过年的时候 Travel 那些etiquette又贵 是不是肯定 不过没有办法 都是跟着这样行 现在呢 除了去中国之外 有没有打算去其他不同的国家去旅行 有的 譬如说日本 香港 台湾都很好玩的 应该会去大概一个两个星期 日本应该需要超过五千吧 可能三天两夜吧 三百亿内 刚才你讲说你回家乡嘛 你是回哪里 回家乡是回北辣 安顺 计划应该是要三四千 三四千 三四千 但是又会有多余的剩下来 因为还要买一些东西给父母 那些之类的 剩下要给回家用的 我去远的地方的话 就想必可能是去香港 多五千以上 你二十千啦 都ok的 因为一个family 我加上我太太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五个人 二十千 是很少的 加上给那里的父母 多一点钱 应该够 刚刚呢 我们就听到这些朋友 他们的想法啦 有些人呢 真的是会躲在家里面的咧 而其他一些朋友呢 他们可能就会打算 就是回家乡 或者是出去短暂出游一下 那这个budget呢 也要看去哪里而定的 譬如说如果是在 森美兰啊 宜宝啊 冰城的话来讲呢 大概在这几天的消费 应该是有一千块以下的 不管你的选择会是怎么样都好 还是要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Happy Holiday